鴛鴦飯,我想大家都吃過了 我不太喜歡紅白汁的鴛鴦飯 我今天會做我自己的一個王子的鴛鴦飯 看看怎樣做 我的鴛鴦飯主要有兩個材料 一個是海鮮,我會用一個蝦 另外一邊也是用雞肉 蝦怎樣做呢?先加些油 多一點油,不用像酒家一樣 但也要多一點油 因為蝦要類似酒油的效果 油夠熱的時候,把蝦放進去 鴛鴦飯就要拿出來 因為海鮮真的不要過熟 寧願它少過熟 也不要過熟 為什麼要走油呢? 蝦才能保存到爽脆感和滑 雖然雞排會有醬汁在上面 但也要醃一下 加少許米酒 其實我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是想加了一個滑倒 做了一個醬汁的材料 才能搭上雞排的醃製 這樣會整樣東西比較平溫 我這裡有少許滑鹽 白胡椒粉 我的滋愛魚露 加少許的糖 會比較好 兩滴的醬油 還有這個就是一個沙薑粉 現在就加入我的神秘食材 最好的醃東西 其實就是用這些攝錄蓋 第一,它不會扭 第二,它會均勻 因為你可以拋一下它 擦一下它 整整它 醃完它之後 可以放進冰箱 最好就醃它一個小時以上 它的味道會比較多 長一點也沒問題 趁雞排醃進去 我們就要做醬汁 第一個醬汁就是做黑椒汁 這個黑椒汁是為了雞排而切的 好,第一步就是 加入牛油 牛油正在融的時候 我們就加蒜頭、蔥頭、乾蔥頭 還有薑 然後放進去 你看到它開始熟了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黑椒放進去 這裡呢 其實我就有這個黑椒 白胡椒 青胡椒 還有這個紅胡椒 一起攪拌了 但是還是以黑胡椒為主 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們不想這個醬汁不像黑椒汁 炒一炒 加少許上湯下去 它才會變成這個醬汁的狀態出來 加少許麵粉 然後再加少許麵粉 好了,到這裏 你會看到 好像顏色依然不太夠黑的話 就會加少許老抽 到這個位置 你可以順便放一塊玫瑰 我會加少許麵粉 我會加少許麵粉 它會加少許麵粉 我喜歡這個醬汁滑 你可以加少許麵粉 這個醬汁基本上完成了 我們做完一邊的黑椒汁 煙鴨飯 我們當然要做另一邊的醬汁 是什麼醬汁呢 其實就是一個鹹蛋黃的黃金醬汁 這個鹹蛋黃買回來之後 就要蒸熟 隔水蒸 蒸熟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會化了一點 然後就要碎它 我就會用一個攝錄袋 攝錄袋的好處就是 然後你就可以用手搓爛它 我們又是把牛油扔下去 加少許蒜頭 我們當然要加一個醬汁 就是醬汁了的鹹蛋黃 記住千萬不要用太大的火 因為它一焦了 它就會不見黃色 它會變成啡色 加少許雞湯 加少許鹽 那邊就是黑椒汁 那邊我就喜歡加少許白胡椒 因為我覺得少許白胡椒 跟蝦味蠻合襯的 只要加少許麵粉 因為我們要醬汁比較厚一點 滴一點 它不會那麼容易滲進飯裡 之後 看到它的醬汁開始稠了 差不多了 那我就要加我的特別食材 這個特別食材 是非常有益的東西 東南亞人是很喜歡用這個 我覺得很配合到我這個醬汁 好了 雞扒醃了一個小時 就可以煎了 雞扒先用皮那邊 先用另一個鍋 就只煎一邊 就不用煎另一邊 先要下大火 讓鍋子夠熱 它就不會黏 我們就調小一點點火 蓋上蓋 就約8至10分鐘 出來就會整塊雞扒熟 然後另外皮那邊 就會很脆很好味 那就不用翻 那我們現在就 就讓它攪拌這個 10分鐘 那我們的雞扒 現在煎了10分鐘 我們就開來看看 它樣貌如何 沒有燒焦的 那我們可以開大一點點火 再燒一燒它的雞皮 讓它再脆口一點點 而且也讓水氣散一散 那我們煎煎飯 其實先把一邊 鋪上一層黑椒汁 同樣的做法 好 然後把切好的雞扒 鋪上黑椒汁 一樣 我就把剛才煎了的 或者走一走油的蝦 鋪在黃金汁上面 剩餘的醬汁 剩餘的醬汁 我們再鋪一層 在蝦的面上 大致上完成了 我之前的焗爐 就是在這裡 預熱了200度 200度 你可以放進去 約5至6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介紹我今天的嘉賓 兼好朋友 Andrew 那我們試試它 好嗎 這個是我今天做的 鴛鴦飯 嗯 這個跟我平日吃的鴛鴦飯 很不同 但跟平日吃的 滑蛋蝦仁飯 不是 黑椒雞扒飯 差不多 很多樣子 事不宜遲 你先試雞 好 看看味道如何 好 雞仁蠻滑 而且皮仁蠻脆 沒錯 我是用了一個 反轉它 雞皮落盆蓋 十分鐘 煮熟雞的一個做法 但重點是醬汁 在哪裡買的 醬汁買? 你覺得我會買嗎 它挺有層次 挺有質感 有些工備的感覺 是嗎 我知道黑椒醬汁會比較濃味 但你會否吃到雞扒 加了甚麼香料 或加了甚麼東西 去醃它 你是覺得 有一種獨特的味道 嗯 豬扒很多時候會用到這個 來熱的 很香的味道 就是用到這個 真的想不到 我是加了香茅 去醃雞扒 那些時候會用到香茅豬肉 當然不可以用到香茅雞扒 對嗎 香茅的味道 你撞上黑椒 其實更好 而且雞扒不會太混淆 就是一塊雞 本身雞也會有香味 而且很柔軟的味道 不撞 對 這樣撞 其實是很適合的 好 試試另外那邊 好嗎 這是甚麼蝦 很新鮮 很彈 有點香 有海水味 通常黃金的做法 都是脆口香口 而這個不是 我知道蝦應該也有做過 做得不爽 但不是那些脆脆脆的 很熱氣的感覺 我剛才不是說 我加了麵粉 其實麵粉是白色的 黃金蝦是黃色的 平時你看到它很黃金 你現在看到我也是很黃金的 你知不知道我加了甚麼 可以令到它這樣 黃薑粉 對 沒錯 是因為 為了做這個效果 如果你不加黃薑粉 它的顏色會變淡 它出來就好像不太黃金 這兩樣的配搭 是帶出一個很有益的效果 Andrew 你覺得這個鴛鴦飯 你會給我多少分 如果是零至五分 不是滿分 那我就要在雞蛋裡挑骨頭 好 給你一分 隨便給你四分 隨便 隨便 那一分你會給你 要是你閹尖 對 就要找你 不可以說你的東西是完美的 OK 那怎樣才可以補一分給你呢 如果作為一個午餐 或者晚餐 吃這東西的話 可能頭幾口很好吃 吃到之後都會補得不住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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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